23岁的大陆90后编剧刘天涯 去年跟台湾剧场导演谢东宁完婚了 婚后刘天涯爱相随来台湾定居 成了第一位来自大陆的新移民编剧 去年两个人联手成立了盗火剧团 两个人一边一倒推出首部新戏叫做买四送一 这出剧的灵感是刘天涯从新移民的角度所观察到的台湾社会 他们用戏虐嘲讽的方式反映出台湾的金钱观审美观还有消费行为 天哪 这个世界上难道有比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狗食盆 更让人感到幸福跟满足的吗 一个有着疯狂购物癖的优雅贵妇 因为不用出门就可以花钱购物而感到情绪亢奋 有点戏虐略带嘲讽 这是到火剧团的首部舞台剧买四送一 我们的故事来自于社会 就是我们的创作内容跟社会的现况比较有呼应 第二个就是大众剧场 就是我们希望来看戏的是平常所有人都可以来看戏 不是说只有文青可以来看戏 创团之初就决定要以反映社会现况作为创作主轴 首部新戏买四送一是来自江苏的另一半 九龄后边剧留天涯婚后来台 以新移民的角度对台湾社会的种种观察 那主要的呢马斯松其实里面的内容主要是在讨论 我们的消费社会里面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消费社会其实对刘天涯来讲来说呢 他对我们来说当然很习惯 我们看到台北的所有的一切相当习惯 可是对他来说一进来他来看说 好多事情对他做很新鲜 哈尼啊你知道吗 我想要去W Hotel开四十桌酒席 然后呢我们再去京都拍四组婚纱 我算过了哦 和服四套婚纱四套 然后机票酒店时速交通 你知道吗哈尼 我还跟店员拿到八折的友情价哦 这样算下来只要 只要四十万而已耶 你看我是不是很精打细算呢 从豪华婚宴疯狂购物欲 一直到整形风气 都是刘天涯笔下的素材 我要看着他 用高耸的鼻梁呼吸 用粉红饱满的嘴唇喝红酒 用整齐洁白的鸭翅享受美食 用匀秤的双腿展现女人的魅力 用0.39公分的双眼皮看世界 我要亲自用我的手 把项链挂在他平滑 纤细 没有一丝皱纹的脖子上 我要他嫁入豪门 在买四送衣中 刘天涯设定五个角色 包括整形医院董事长 医药科学家 刘发贵妇 名媛妈妈 银行理财专员 还有17岁的女高中生 武断独白到出不同阶层 内心对话和彼此疏离的关系 让人重新反思已经扭曲的社会现象